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帅安姐 每天吃鸡蛋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但是吃鸡蛋,大家千万不要犯这几个误区 很多人到现在都不了解 那下面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第一,土鸡蛋 很多人认为土鸡蛋要比普通的鸡蛋营养价值会更高 其实它们的营养成分是一样的 这是很多人的误区 只是土鸡蛋的口感是更加滑嫩 吃起来比较好吃 第二,鸡蛋外壳的颜色不同 是不是营养也不一样呢 其实蛋壳颜色深浅跟鸡的品种是有关的 但是跟鸡蛋的营养价值是毫无关系的 所以大家不用认为 鸡蛋外壳的颜色不同 营养价值就会不同 第三点,鸡蛋是不是煮越久吃了越好呢 其实我们在煮鸡蛋的时候不易煮太久 煮鸡蛋的水开了之后 再煮6至8分钟就已经熟了 这时候的鸡蛋是最营养的 如果煮久了 鸡蛋很容易破壳 而且营养也会流失 另外就是里面的蛋白质会变成一种非常难消化的物质 那这种难消化的物质 我们吃了以后也是很难吸收鸡蛋的营养 所以说鸡蛋我们不易煮太久 煮熟了就可以了 第四点就是每天吃鸡蛋越多 摄入的营养就会越多吗 其实每天吃过多的鸡蛋是不好的 因为鸡蛋里面含有一些胆固醇 那对一些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来说 吃了过多的胆固醇食物只会让身体受不了 所以说最好不要吃太多的鸡蛋 每天吃一到两个最合适 第五我们不要吃这个毛鸡蛋和茶叶蛋 因为这样的鸡蛋并没有什么营养 我们最好吃水煮鸡蛋 因为这样的营养成分大部分都会保留下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所以我们吃鸡蛋呀也是有注意事项的 那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吧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